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南永康在2016年发生兵事车撞刺孝子一锦事件,当时酒驾撞刺人的灵性男子事发后在现场滑手机,不叫救护车,前往灵堂祭拜时,甚至穿短裤加拖鞋,如今一审判决出炉,判刑一年八个月,让死者家数相当不能接受。 死者肖南平时收入都给母亲,收嫁担任一锦的工作,肖南母亲听闻儿子死讯后,当场痛哭,不敢相信儿子,这样就走了。 肖南的弟弟说,林南在撞到哥哥之后,都在那玩手机等警察来,态度相当恶劣。 三例新闻报道,肖南母亲听到宣判后,大喊判决不公直呼,这不公平,真的很不公平,法官都判很轻。 家属透露,事发后林南没诚意和解,还穿短裤,拖鞋去灵堂,对死者相当不尊重。 台南地方法院回应,林南的赔偿金额和辞者家数多次协调,但都无共事,但被告没前科,加上坦诚犯罪,犯后态度良好,符合自首减轻其行的条例,才会判一年八个月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